全民抗疫而不容辞 李居明潭武汉肺炎 各位朋友 上一集我说了牛 其实在我们身边摆一只铜牛 金牛 这也是非常好 很聚首 炒股票是最喜欢牛 牛是代表你生产熟牛 和牛月出生的人 即是西历1月5日到2月3日出生的人 在这段时间里面 亦是份外抢手 所以我都抢了林记 在我身边 因为林记就是生冤牛月 在我身边也发现到 生肖属牛的人 在这段时间里面不但什么事都没有 而且都会成为了社区里面的领袖 和是没有事 除了这个之外 上一集很震惊 大家说我用符贴 因为师傅 其实上个月开始 已经开始派符贴给我们的读者 很多人还想要 在哪里拿到 我们有三个地方都可以免费获赠 包括是北角的新江气院 和是铜锣环 罗素街 金朝阳中心八楼 福正堂 和九龙堂 金巴伦道 24至26号 也是大师堂 都可以免费派发 是的 我印了大量在这里 所以大家还有时间 还有机会 是拿的 他们很多朋友拿完之后 都有一点担心 是 自己论论尽尽 不是很懂得怎么黏 或者黏在哪里 它是一个符贴 这个一切 一切开就贴得了 不捨得贴 不用想 贴在大门 对着大门 对着街 这是最快的方法 如果你只是一个 但是你本身又觉得 很多门要贴 你就贴在你家的西北方 增加自己的魂就可以了 西北方即是在家里面 在大厅的西北方 或者房的西北方 但是基本上是贴门对外是最好的 因为你防疫之中防外面 所以这个符贴 它本身也可以上载在你自己的手机 现在已经是武汉 差不多全城贴着这个符贴 这个符贴是要六寸六分 你说它的尺寸 因为六就是甲月丙丁无几 这个几土就是散而有功 所以六数就是现在防止这个密码 的一个神秘号码 所以这一集跟大家讲过六字 六字在中国里面叫六六大顺 所以对这个六字有很大的偏爱 原因因为六字你怎么加上去都没有尽头 没有尽头的意思就是说六和九字都没有尽头 所以六字就是中国人很喜欢用六字的 所以叫六大顺 而这个六字原来就是几土 就是你临记的记字 所以你本身叫临记 运都改为临记 所以就造成了你 有连记的 你也可以来防疫的 放你在这个门口 所以六六是大顺 六六是最好的 所以其实你猜我会做些什么呢 你不要说我迷信 我会用张纸写着六十六两个字 然后我贴在床头 这个就等于是防疫的 所以这个附贴就是两个六字 那放在床头的左边还是右边 没所谓 所以其实你在这段时间 你们自己拍摄 你也要结我们 广东人很喜欢结的手印 就是这个六字 所以你在过年的时间 你看到我拍所有的照片 我全部都是这样的 为什么呢 我还要是左手高一点 右手低一点 为什么要左手高一点 左青龙右白虎 左边的手高一点 右手低一点 你们要做这个动作 这个表面上就是两个元宝 其实就是六六 也就是几套几套 散毒有功 所以这个手印 就是现在你的自拍手印之外 你也可以拍了这张照片 放在你的手机 真的吗 即是自拍都不忘抗疫 没错 但是你这个手要这样 我要这样 不要这样 是这样 要向着自己 这个手呢 本身也是我们拍照的时候 很喜欢将这件事 放在人的头上 变成一只什么 牛 对了 现在又是散而有功 所以你想想 有什么好得到这个手势 所以只要你这个手势 能够广传给你的亲朋戚友知道 所有的人都做着这个动作 左边高、右边低 做着这个动作 去拍一张自拍摄在你的手机 这个就是最快的防疫贴的大手印 所以这个防疫贴 今天立刻学了之后 又立刻广传 还有放在你的自拍摄 还有记住 写66两个字 放在你的床头 或者放在你的写桌 好了 说到尾 你写这两个字 你又有什么吃底呢 既然是这样 为什么不写 为什么不做呢 是简单 是吗 所以大家听李君明说 这个扶法去帮助自己 这个疫系里面 是内藏很多宇宙的密码 不是随口说的 是有研究了 然后告诉你 所以所有东西都要均均均均均 不可以求求忌忌 在下一集 我将会告诉大家 怎样可以念一句经 是可以化这个防疫 我会破例传这个 叫做披甲护身的 披甲的短咒给大家认识 大家已经念了这个咒语 你就可以防范这个瘟疫了 亦是我们密宗修行者 是用来修持的 大家不妨通过这个 披甲就行 是的 这个机缘 学这个东西 在桌上大家都八卦了 看到我放了很多东西 这个就叫做二牛水碟 在这个二牛水碟里面 我们中间放了浙盐 然后放一点水 这个就可以散掉所有的火毒 也是现在这个瘟疫时间 是最适合放在家里面的放液 放在哪里 放在哪里都可以 这个油水有大有小 所以你可以放在牛 可以放在龙的东西 大家记住 就是将你家里面 所有的金色的风水物 或者铜器 一部分是放在南方 一部分是放在东方 所以南边病符所导之处 用金来涉化土杀 好了 东方五黄杀所导之处 是可以拿命的 所以也是放在金属的东西 去化蝎 只要你能够带些金气 也是可以化蝎 所以记住 66 另外就是这个手下单